大家好,欢迎来到爱元神频道 如果你热爱崩铁就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将为你带来最新罪权的攻略和资讯 记得要点击订阅按钮哦 这期是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穷铁道 比诺康尼第一章常日路夜行剧情全流程 它开始很搞笑 但不是现在 先尽情享受愉快的假日吧 我和瓦尔特先生说过了 这次有我留守列车 祝你们在皮诺康尼玩得开心 谢谢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不喜欢太过喧嚣的地方 列车的工作也总得有人来处理 先周的事不用在意 皮诺康尼并非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 来日方程 等到收拾妥当 我自然会赶上你们的 你也都花些时间清点行李为好 听说家族的入境手续很繁琐 等入住了再发现问题就来不及了 照相机 没问题 换洗衣物 没问题 洗护用品 哎呀糟了 先前下单的分装品还没送到呢 不过 听说皮诺康尼的度假酒店超级高档 洗护用品想必也差不了吧 那我岂不是能给行李箱再腾点空间出来 嘿 再带点什么好呢 行李箱装不下你了 自己走好不好 要带点小说或者漫画吗 这样在酒店房间里待着的时候也不至于无聊了 但是 这些书都好重啊 好纠结啊 再带点什么好呢 时候差不多了 找个位置坐下吧 喂 喂喂 各位乘客请注意 列车即将跃迁 列车即将跃迁 请坐稳扶好它 列车即将跃迁 又一个 跟我来吧 这些问题没有意义 但我会尽力为你说明 这里是现实与抑郁的交界 一片 梦境 此时此刻 你我偶然分享了同一片梦境 出现在彼此的思绪中 这便是梦想之地对我们最初的问候 别担心 很快你就会从这场梦中醒来 忘记此间发生的一切 只留下淡淡的怅染 也无需在意 这种遗忘发生在每一个清晨 是我们早已习惯的平常 所以跟我来吧 我会带你回家 左边 走廊尽头 我在那里等你 寻海游侠 黄泉 这是他们称呼我的方式 你随意试用吧 打开这扇门 看看瑰丽的梦境吧 趁你还记得 这 我的天哪 我们快到了 还走得动吗 别紧张 是正常现象 别停下 别回头 别往下看 也别往上看 你准备怎么拉他们下场 将真相如数奉上 他们自然会复约 这些声音 只是梦境的影子 无需在意 写乐大典的舞台只属于你 妹妹 可如果我不能歌唱 舞台又有什么意义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赢 该死的赌兔 三枚筹码足以 所有 或者一无所有 易者 你觉得你能安然离开 对不起 心仪的舞伴 我已经有人选了 我们到了 欢迎光临白日梦酒店 愿你有一段难忘的度假体验 如需办理入住 请直走到酒店前台 离开这里吧 就像平日那样醒来 忘记这场偶然的邂逅 回到你来的地方 但在分别前 我有一个请求 在你听来 或许会有些古怪 甚至失礼 但我想知道 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你让我想起一位故人 在朦胧的记忆中 她与我并肩而立 正如这光怪路里的梦境 尽在咫尺 却不可触及 我可以再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 时常会忘记一些事 因此比起回忆 我更习惯用感受 去捕捉些什么 答案正确与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当下的反应 例如你在客房醒来时 口中曾念起几个名字 他们是你的伙伴 家人 敌人 你似乎已经和许多人 许多事 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 请问 你会对失去这种联系 感到恐惧吗 那如果有一片巨大的梦境 它足够逼真 逼真倒与现实无异 那里没有生离死别 每个人都能收获 应得的美满与幸福 并永远快乐地生活下去 请问 你会愿意欺身其中吗 那 倘若这美梦注定支离破碎 任何事物都将离去 朋友 亲人 陌生人 然后是轻快的风 飞翔的鸟儿 群星 最后是你自己 每一个人 他们记忆中的每个人 那些笑容和眼泪 完成与未能完成的约定 最后都将迈向既定的终局 如果在启程之初 你便已知晓此行的终点 请问 你还会踏上这段旅途吗 我知道这很难 不必着急做出决定 我说了 答案并不重要 聆听 触碰 思考 由此你将获得感受 珍惜它 凭借感受 我们做出选择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 请问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明白了 多么有趣啊 方才那一瞬间 仿佛有千百万个 相似而不相同的你 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这的确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谢谢 我们都还有各自的路要走 就此别过吧 金色的美梦要开始躁动了 在接下来的长夜里 你恐怕会遭遇许多挫折 见证众多悲剧 最后 目中所见只欲黑白二色 但请相信 在那黑白的世界中 会有一点红色稍纵即逝 但在你做出抉择之时 它必将再度实现 而你 要仔细咀嚼其意义 然后 回到清醒的世界去 我们都将在那里 找到答案 乘客 你怎么了 我 为什么突然哭了 听 听起来是做噩梦了吧 才刚到阿斯多那星系 就碰见这种事 你可要多小心啊 看样子 你对意志的抵抗力很差 别在意 梦和现实都是相反的 在你睡着时 列车已经抵达皮诺康尼了 当年的边陲监狱 现在已经变成这幅豪华酒店的样子了 虽然列车长我也很好奇 皮诺康尼如今的样子 但毕竟没办法下车 你们就带我好好感受一下吧 收拾好行李 随时可以下车吧 记得去后面找三月乘客 他在等你一起出发 你醒了 准备的怎么样了 杨叔和姬子已经先下车了 我在这里等你一起出发 怎么说 我们现在就去和他们会合吧 社会知心皮诺康尼 全宇宙最大最豪华的游乐场 我们来咯 可算到了 家族的入境手续也太复杂了吧 一路下来大大小小实际道检查 行李箱都翻了四五遍 我都在担心 他们会不会非要把你体内的星河拿出来看看 某种意义上说 家族真的是非常包容了 但辛苦不是白费的 这酒店大堂也太壮观了吧 那密密麻麻的都是客房吗 得有多少人住在这儿 不知道咱们是哪一间 走吧走吧 杨叔他们肯定在前台排队了 我们快去会合 欢迎光临白日梦酒店 愿您有一段难忘的度假体验 如需办理入住 请值责到酒店前台 我是米莎 皮诺康尼的服务商 很高兴为您服务 如需搬运行李 你快过来 好像不大对劲 如需搬运行李到客房 您随时可以找我 去吧 别让您的朋友久等 不好意思 可系统里确实没有您说的这个名字 但星穷列车收到的信息里 写明了已为我们预定的房间 麻烦您再检查一遍吧 我再为您查询一下 请稍等 星穷列车 您看这样可以吗 与我们同行的单横行程临时有变 没办法入住 能麻烦您把为他预留的房间转让给这孩子吗 人数也对得上 这孩子是我们星穷列车的新乘客 我们可以为他的身份做担保 这 您突然这么说 恐怕 不 我不是怀疑您的身份 只是 只是 只是眼下正值斜月大典前夕 皮诺康尼每一季最重要的时刻 又遇上家族发出邀请 全银河的客人把这挤得水泄不通 酒店安保是雪上加霜 容不得半点闪失 突然发生这种事 真不是这位小姐能说了算的 星穷列车的各位 就别难为人家了 我们在半岭入驻时遇到了些问题 给您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 请问这位先生是 不财沙金 隶属公司战略投资部 主管钻石手下的不良资产清算专家 此次受钟表将邀请前来 同时 也是一位在你们身后等了好久的游客 我来吧 听闻星际和平公司也收到了皮诺康尼的邀请 想必您就是代表了 公司精英果真气质不凡 如此了不得的大人物 可否给我们行个方便呢 我没听错吧 行个方便 这话不该由我对各位说吗 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十多分钟了 您知道对我而言 十多分钟等于多少信用点吗 想必是比天文数字吧 所以现在 沙金先生 我招有一笔您不容错过的投资 公司影响力便及还宇 说话的分量自然也重 我们希望能借您的身份 为他做个担保 如此一来 您不仅能省下许多宝贵的时间 还能结交一批新朋友 这倒有意思 那这些朋友能为我带来什么 这就是个更值得一聊的话题了 同为钟表将的客人 我们何不先在匹诺康尼洛座 再慢慢花时间了解彼此呢 可以可以 不过领航员小姐 我必须得指出 如果我出手 那这省下的时间 应当是我为自己争取来的 而不是你们带给我的 但您说的后半句 我特别喜欢 朋友 对 没什么比朋友更珍贵 更何况是无名客 这样光明磊落的开拓者 往后我这趟匹诺康尼之旅 就得劳烦各位开拓朋友 多多照顾了 希望我们相处愉快 很高兴您能这么说 那担保的事 小姐你都看到了 看在我的面子上 让这位女士入住吧 我和家族的星期日先生有约 稍后会拜托他出面应付这事 放心 绝不给你添麻烦 这 可是 爱丽 少安勿躁 家族可不能让客人们 带着负担入梦 说到就到 瞧瞧这是谁来了 星期日 匹诺康尼最英俊的男人 还有文明宇宙的歌者 织庚鸟 他说你是匹诺康尼最英俊的人 真有意思 让您久等了 沙金先生 这边请 我们借一步说话 星球列车的各位 请来这边稍事休息 爱朋友 还好吧 刚才开了个玩笑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为我的失礼道歉 拿去吧 一万信用点 一点见面礼 算是我的补偿 不打不相识 朋友 现在 我们就算真正认识了 哦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相信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那个 请问你 不是 您 难道是 那位歌手 艾普色龙的超级巨星 十一颗星 免于哀伤 是您的作品 对吧 没想到这么可爱的小姐 也是我的歌迷呢 果然是那位直歌鸟 居然能在这里见到本尊 能与各位相遇 也是我的荣幸 您和那位先生一样 都是匹诺康尼的家族成员 实不相瞒 我和各位一样都是客人 匹诺康尼是我的故乡 但长大后我就离开了这里 此次有幸受邀 回来为协乐大典先唱一曲 您口中的新亲人也是我的兄长 匹诺康尼当地的画室人之一 也是此次协乐大典的主办人 他听闻列位遇到麻烦 便携我前来提供帮助 可惜还是到得晚了些 给各位带来了不好的入住体验 实在抱歉 请放心 我已吩咐艾利小姐 尽快解决系统故障 再给各位升级房型作为补偿 酒店稍后就会安排合适的房间 沙金先生与项目加息有约 先行入住了 我待他向新穷列车的各位致歉 并期待将来与各位一同共事 感谢您愿意从中斡旋 不过单独为我们升级房型是否不妥 据我所知 一同收到邀请的派系来宾 应该不在少数吧 您放心 家族会负责出面沟通 各位惠林匹诺康尼 我们作为实际管理人 理应为各位排有解难 抱歉 这用了各位宝贵的时间 我们就不打扰了 如在匹诺康尼有任何需要 家族随时为您效劳 愿各位在梦中 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 还真是一波三折 既然那位星期 星期日先生打了包票 我们总算可以正常入住了吧 那应该只是个花名 吧 我也这么想 这应该是匹诺康尼或家族的某种规矩吧 好了 现在大堂也没人排队 我们去找艾莉小姐吧 星球列车的各位贵客 入住手续已经办理完成了 先前带来的诸多不便 万分抱歉 这是各位的梦境护照 它是酒店客房的房卡 也集成了您在白日梦酒店 需要的全部功能和信息 并提供智能协助 同时 它还是一份特别的 匹诺康尼纪念品 独一无二 只属于您 您可以活用梦境护照提供的打卡功能 记录您在美梦中的点点滴滴 收获各种快乐 并制作出专属于您的梦境手杖 具体的使用方法 梦境护照也会为您提供完整指引 愿各位在匹诺康尼尽情享受美梦 乘坐那边的电梯就可以抵达客房了 好耶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总算到了 大家先回房间放行李吧 瓦尔特 我们先喝一杯 匹诺康尼的苏勒达很有名哦 说吧 我们或许再想同一件事 你还记得列车收到的邀请函吗 承邀家族的贵客 生命因何而沉睡 我不记得邀请函中有这么一段 你是说其中还有密文 这就是耐人寻味的地方 家族送来的邀请函是一支八音盒 转动发条便会伴着血月发出声音 可送敌我们手中的这支 却有些奇怪 他播放的乐音背景中 掺杂了一些不和谐音 我转录下这些杂音 他们与列车跃迁时的引力波 频率完全吻合 而以列车引擎的空间区率为密钥 我得到了上面这段话 是无名和常用的求救手段 还不能下定论 也可能是假面鱼者搞的鬼 只看手法 谜语人或意问魔也做得到 什么时候发现的 在你们处理罗浮星河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告诉了帕姆 难怪你刚才要求出面 那位公司使节也说出了 钟表将这个名字 恐怕他收到的邀请函中 也有类似的密文 并且同样被破译了 还有件令我在意的是 当说到邀请函时 那位家族话事人是这么回应的 作为匹诺康尼的实际管理人 家族理应为各位排忧解难 现在听来 这话多少有些言外之意 而他身边的支羹鸟小姐 我虽不懂歌唱 但也能听出他声音中的古怪 即将登台献唱的歌者 嗓音怎会透出一丝古怪 你怀疑 家族并非邀请函的发出者 并且 对我们有所隐瞒 不可能 家族向其他派系发出邀约 本就是件不同寻常的事 你的发现也印证了 或许有第三者参与其中 我收回前言 这场盛会不简单 为什么不告诉孩子们 如果这只是匹诺康尼或家族的内部事物 我们不应随意插手 但你也说了 这事或许与开拓有关 我是这么说了 所以 所以在出发前 我就告诉小三月和丹衡了 原来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匹诺康尼形势复杂 还是谨慎点为好 邀请函究竟是哪一方势力寄出的 将一众派系召集着匹诺康尼的目的是什么 家族又为何知情不言 此行疑点众多 在查清更多事实前 不可贸然出手 眼下就先专注一列车长的请求 一边收集情报 一边享受美好的假期吧 匹诺康尼毕竟是文明宇宙的度假圣地 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来不了 大家回去休息吧 准备好了 就进入梦境 该回房间了 在正式入梦前 再和大家聊聊 这里的装潢实在是有些 吵闹 这就是银河上流人士的生活吗 据说是匹诺康尼的历史名人 他的传奇经历口口相传 激励人们来到盛会之心追逐梦想 真是个有趣的人 想来其遗产也极具吸引力吧 不过 他为何会与邀请函撤上关系 又为何会出现在疑似无名客发出的密文里 我暂时也没有头绪 家族信仰同邪 他们救苦原弱的善计 在心间闻名侠儿 匹诺康尼的稳定与繁荣 与之息息相关 但也有些势力始终对家族保持关注 认为他们温和的言语中另有他意 但考虑到家族对访客一贯的友好态度 我们暂时不用过分担心 梦中的匹诺康尼被分成十二个时刻 我个人对太阳的时刻很感兴趣 那是一座承载了匹诺康尼历史文化的观赏梦境 匹诺康尼大博物馆 初行图书馆 折旨大学 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存放着我们想要探寻的过去 通过客房的入梦池就可以去往真正的匹诺康尼 准备好了就出发吧 祝你在梦中玩得愉快 怎么了 还不打算入睡 是找不到房间 还是有心事想找我聊聊 谈及盛会之心 就不得不提到钟表将 匹诺康尼家喻户晓的大亨 财富 名誉 地位 他靠双手打拼出了所有人向往的事业 成为梦想的象征 但这些故事有多少是真 却无迹可寻 钟表将的出身和过去众说纷纭 也有人怀疑他只是一个家族虚构的形象 暂时我不认为这封邀请函真的和钟表将有关 他的遗产更像是一种引人耳目的说辞 别有用心的公私使节 巧舌如簧的精明商人 张扬轻浮的阔绰公子 也许都是吧 知觉告诉我 他还有深藏不露的一面 在形势明朗前 我们最好和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同时也要保持警惕 梦中的匹诺康尼被划分为十二片独立的梦境 听说初次入梦时 不同人去往的目的地也不尽相同 我的话会期待热杀的时刻 那里的野风酒馆和盛会海选 更有无名客的开拓色彩 招路的时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借机拜访下家族 因为种种意外耽误了这么久 想必你也累坏了吧 开拓之余 也别忘了好好放松 晚安 做个好梦 三月七呢 是不是已经回房间了 怎么就没有 好大的预告 你是不是也激动地睡不着觉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识梦中的世界了 那肯定是薄木的时刻了 来度假圣地怎么可以不去购物天堂 我已经准备好装满购物袋了 买完东西之后 就换上美美的晚礼服 去匹诺康尼大剧院 欣赏支庚鸟小姐的演唱吧 说来有些在意 杨叔似乎也发现了 支庚鸟小姐的声音 听着有些疲惫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和平时不太一样 是不是之前的银河巡回演唱会累到了 这种情况还坚持演出 支庚鸟小姐这是一人的楷模 开始我还以为这次真是来度假的 但现在 我觉得这场盛会一定非同一半 各方势力解读谜语 争夺遗产简直和侦探小说一模一样 说不定还会有亲人反目 家破人亡阴阳两格 血流成河之类的经典桥段 那可太刺激了 开玩笑的 怎么可能嘛 放心 反正天塌下来 也有杨叔和鸡子姐姐顶着呢 要好好享受难得的假期哦 奇怪 我的房间门怎么开着 哎 他是 真巧啊 咱们又见面了 哦 别紧张 我就是过来沾沾喜气 他现在是你的房间了 但半个系统拾钱 还是我的 幸运的楼号 幸运的楼层 幸运的房间号 我费了好大功夫 才定到这么个宝地 送给你了 要好好珍惜啊 朋友 不然呢 还能是家族白给的 这匹诺康尼 可是货真价实的梦想之地 全银河有多少人 愿意花上半辈子时间 就为拿到一张 白日梦酒店的入场券 好好想想 能入住这里的 都是些什么人物 要不是我出谋划策 家族哪敢得罪那些名流大咖 来给你这位不速之客 开后门 所以坐下来聊聊吧 于情于理 我都有这个资格 不是吗 错了 我要找的人就是你 简单来说 朋友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或许还不知道 匹诺康尼远没有 他看上去那么简单 家族的眼线遍布这里 我不想明说 你明白吗 我的目的很简单 帮公司拿回一些本属于他的东西 如果你愿意帮我 事成之后 你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还有存户的庇护 毕竟你和其他人不同 你很特别 特别到足以掀翻整张牌柱 那股力量 你不想使用它吗 或者 你不想摆脱它吗 你不想靠它 名扬宇宙吗 那众人恐惧却渴望的力量 就在你双手一握住 星河小姐 我说对了吗 演技不错 我喜欢 你不用现在答复我 思考也需要时间 等时机成熟 我自然会来找你 当然 你也可以和同伴商量 甚至反过来利用我 我很欢迎 因为这也是在向我展示 你们的价值 我从不做赔本买卖的 希望各位朋友 别让我失望 我说了 不用急着答复 因为无论如何 结果都不会变 哦 对了 临走前 咱们再玩个游戏吧 很简单 猜猜筹码 在我哪只手里 就当是认识一下 好让你更了解 我这人的性格 和做事方式 左还是右 准备好 我要揭晓答案了 哦 好像还没问你选哪边呢 但没关系 因为 朋友 游戏已经开始了 和我做比交易吧 你无法拒绝 没有理由 也没有余地 喂 你们 在我的房间里做什么 你的房间 厉害啊朋友 才来匹诺康尼没多久 就学会妖人入伙了 别误会 刚刚只是想提醒你 这地方鱼龙混杂 不怀好意的家伙 可太多了 记得多长个心眼 比如 记得关门 那我先走一步 小姐 祝你们过得愉快 你为什么还不走 我为什么要走 开个玩笑 别紧张 这的确是你的房间 我只是偶然路过 我也在找自己的客房 听见这边有动静 便来一探究竟 幸好你没关门 不然就危险了 那个男人 显然不怀好意 总之 你平安无事就好 我也该回自己房间了 不过临走前 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在你听来 或许会有些古怪 甚至失礼 但我想知道 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对了 是梦 来这儿的途中 我做了个梦 那梦里似乎有你的身影 好像有什么念头 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这是你的名字 对吧 很高兴认识你 你忘了 是那位先生临走前说的 我记性是不太好 但还不至于 忘记几分钟前发生的事 薰海游侠 黄泉 这是他们称呼我的方式 你随意使用吧 我们应该还会再见面的 最后 只是一句浅浅的忠告 有这么一类人 他们拥有 誓死不二的意志与信念 却并不打算将其用于正当 而在那位先生脸上 我看见了熟悉的神情 如果身配一柄刀 总要用它斩下些什么 而一名赌徒在满盘接书前 也一定会破釜沉舟 孤注一掷 我只能言尽于此 在做出选择前 你应当知晓这些 告辞了 黄泉回去了 奇怪 总觉得刚才 始终有种微妙的感觉 算了 虽然一波三折 但现在 总算可以入梦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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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可以告诉我回大唐的路 该怎么走吗 这附近的走廊 实在太像了 你应该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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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结束了 按照梦经护照的指引 操作入梦池吧 干什么 好 好 廓棉 请放松 感受身体的祈福 专注呼吸 想象一座乐园 想象一片梦想之地 米海姨 回来了 米海姨 怎么了 拉迪奥 别愁眉苦脸的了 我才注意到 你那英俊的石膏头呢 你迟到了 整整四分十六秒 你最好是用这段时间 解开了阿基唯利陨落之谜 如果没有 那我会忠告你 别去找无名客的麻烦 找麻烦 连你也这么觉得 就没人相信我 真的只是想和他们交朋友 郭总的家伙可交不到朋友 一个小知识 阿蒂尼孔雀是宇宙中叫声数一数二难听的鸟泪 而你这身行头 正像一只花枝招展的孔雀 看来这只孔雀的羽毛还被人拔光了 行李被家族没收了 都被那穿灰西装的给扣了 所有的礼金 还有存放基石的匣子 你往哪走呢 打道回府 告诉公司 有个蠢货把一切都搞砸了 几块石头罢了 这么悲观干嘛 没了又怎样 没了那块杀金石 你就只是个被公司判了死刑的 雌冈尼亚奴隶 还是说你脖子上那行商品编码 也是琥珀王的恩赐 哦 可以啊 幽默 看来我们这位博学的朋友 是好好备过课了 这是我的工作 不然一个赌徒 要怎么替公司收复皮诺康尼 放心吧 教授 我有的是办法 家族害怕公司搞事 所以才处处针锋相对 嗯 搞不好皮诺康尼从始至终就是同邪的阴谋 要我说 那封邀请函就是个自导自演的幌子 或许是他们想在协约大典上做点什么出格的事 诱惑者 邀请者另有其人 但他们默许了 想将计就计再布个更大的 无所谓 家族也好 钟表将的遗产也罢 能为我所用就行 说重点 办法是什么 现在没必要讲那么清楚 还不是亮出底牌的时候 该死的赌徒 合作的前提是互相信任 磁钢尼亚人的学前教育力不包含这个吗 那你信任我吗 这取决于你的态度 所以你也不信任我 这不就行了 还有 我没读过书 我父母也确实没教过这个 很遗憾 他们还没来得及教就走了 我无意冒犯 别在意 但他们教过我 朋友就是哀为惊人的武器 在同且虎视眈眈的情况下 咱们的朋友确实越多越好 我想想啊 流光一亭和新穷列车已经接触过了 泯灭帮 多半没戏 纯美骑士团还不知道是否会赴约 至于酒馆的家伙们 哦 说到这个 刚才遇见个女人 说是巡海游侠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你去帮我探探她的底细 嗯 人呢 唉 不至于这么讨厌我吧 看来还是得靠自己了 你就是 梦想之地 总觉得气氛有点诡异 而且 刚才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这边 您能看到我吗 这边 请往这边来 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是在画框里面吗 您来了 太好了 我还以为您会注意不到我呢 欢迎光临思绪长廊 您可以将这里理解为入境通道 通向黄金的时刻 而我在这里为各位宾客提供指引 这里是一座临时中转站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简陋 梦境中的白日梦酒店 目前正在进行修缮工作 抱歉问您带来了不好的入住体验 但如果您去到黄金的时刻 相信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的 您问的是梦境中的白日梦酒店吗 具体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 非常抱歉 也许您已经在梦境护照里阅读过了 但我可以再为您介绍一遍 黄金的时刻 是匹诺康尼的十二梦境之一 对应时间为午夜 在这里 梦中的时间永远停留在零点前的瞬间 明天不会到来 而这一夜的狂欢也永远不会结束 不过 这并不代表梦中的时间是停滞的 为了避免给各位旅客造成身心负担 梦境中的时间尺度 被设定为与现实一致 请您不必担心 纸条 您是在房间里捡到的吗 该不会是前一位住客遗留的垃圾吧 是我粗心大意 没能打扫干净 给你添麻烦了 万分抱歉 您只要穿过那边的门飞 就可以抵达黄金的时刻了 祝您享受一段难忘的美梦 啊 怎么回事 怎么了 你没事吧 别担心 你已经顺利抵达梦境了 看来这位客人还不习惯从现实到梦境的变化 别担心,这种失重在初入梦境的旅客间很常见 这羹鸟,请你帮助我们的朋友更好地适应这场美梦吧 嗯,交给我吧 没事吧 放轻松 很快就会过去 稀奇 呼气 嗯 你现在已经完全掌控梦境了 欢迎来到皮诺康尼 我只是稍微调整了一下你的精神状态 让你感觉舒服些 别担心 他只是利用同期的共鸣 对你进行了调虑 以便你能更自如地在梦境中掌控自己的身体 皮诺康尼的美梦 本质上是由意志构成的世界 只有掌握他的性质 你才能在其中自由行动 就像是刚接触游泳的人 经常会因为无法准确地适应浮力而沉入水中 但只要身体习惯了水流 你便可以自如地漂浮在水面上 理论上可以,但非常困难 毕竟我们对意志的理解 也只是浅长遮掷而已 除了流光一听的意者 一般人很难随心所欲的操纵意志 但没关系 在同期的条例下 基本上你可以依赖现实的物理法则 理解梦中时间 你瞧我,职业兵又犯了 我总是改不掉这好为人师的毛病 别在意 他从来都是这样 请好好享受 家族为各位打造的美梦乐园吧 我们就先失陪了 祝你玩得开心 梦境饭兽殿 梦境饭兽殿 要去看看吗 好热闹啊 这么多人都生活在梦境中 看地图 那就是梦境饭兽殿了 那是 眼镜 欢迎光临梦境饭兽殿 星成列车的开拓客 这就是精神分析 艾德华医生 艾德华医生 会为您提供无微不至的帮助 祝您选购第一款梦境 尽情享受在梦中才能体会到的视频盛宴 已经为您分析完成了 我想您一定会喜欢这枚梦炮 它来自私人匿名间子 据说其中的介意 属于一人的新生阿基维利 我可以向您保证 这枚梦炮绝对适合您 艾德华医生 不会对梦炮内容的真实性做任何担保 梦就是梦 享受它吧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请您闭上眼睛 将魔头抵在梦炮上即可 金虫列车的开拓客 你是否认罪判 我不会对这枚梦炮的内容 做出任何解释性或暗示性的评论 在这枚梦炮中 您将共享梦炮主任的介意 亲身经历它的所见所闻 而对梦炮中模糊不清的部分 您的潜意识会主动提取相似的概念进行补全 你犯下的罪行无可饶恕 但列车长尊重每个人义务劳动的权利 给我认真做大扫除怕 抱歉 当我收入这枚梦炮时 其中的部分音轨就已经丢失了 也许 夜市也无法承担那不可言喻的声音吧 但为了增强体验 我可以对该梦炮进行调整 这意味着您可以选择以任何人的声线为其配音 只要您足够熟悉 我就可以将您的潜意识完美复兴 不 也许是熟悉的人 除非您对声音的还原度没有要求 好的 请您做出选择吧 我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第一个性别的您 有点难度 但没关系 爱德华医生总会满足您 复现完成 现在您可以更好地想有问题了 那么 你和其他乘客 是否承认对以下恶性事件负责 你们驾驶雪地车闯入太科岸大球馆 扰乱会场秩序 致使比赛中断 并导致二十名开拓客和你们一起无偿劳动三个月 以修复大球馆外力灭的严重损毁 你 是否扔罪怕 我承认 你前路哈一爱一帮力动物园 用列车组办个琥珀计的预算 买下二百五十只鼻型兽幼崽 将他们豢扬在洗手间内令其无限增值 导致大量污水灌满其他车厢 你 是否扔罪怕 我承认 我承认 你们入侵餐车后厨 向所有人宣称那里需要消杀 致使四十二块香香酥酥脆脆 怕不怕不怕也不翼而飞 并带走了保鲜柜上层最后一碗列车锅 离列车长挨饿 你 是否扔罪怕 这是你自己做的吧 但我确实拿走了列车锅 别抖音 我还没报完猜明呢 以及列车智库条目集体 失踪 用苏勒达浇灌 观景车厢植物盆栽事件 休息时间针对列车长的噪音袭击 列车长专用临时储藏保险库入侵来 也许吧 但我不会对这位梦靠的内容 做出任何起事情或案事情的评论 等等等等 总计四十六起恶心事件 你是否承认他们皆有你所为 对不起 我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无名客 不 你不是怕 难道还有比我更糟糕的 当然有 谁 哪个把列车炸成两阶的家伙 啪 这没梦靠的内容到此为止了 不知您的感受如何 这是一名潜意识的渴求最契合的梦靠 如果您想反复欣赏 也可以支付信用点买下它 我承认这枚梦炮价格不费 您可以再考虑一下 柔和 您打算买下它吗 非常感谢 期待您下次光烈 哦 对了 鉴于您是首次在本边体验梦炮 这枚纪念贴纸送给您 您可以用它来装饰您的梦境库章 记录您独一无二的皮诺康尼这里 还以为上来就能找到无名客的线索 果然没那么容易 他往那边跑了 抓住他 怎么回事 什么动静 别想跑 你这个偷渡饭 不 不好意思 请帮帮我 伙计们 他还有公分 正好 一位一起拿下 你会为此付出的 谋士在神 哼 请助我一臂之力 为了守护和捍卫 击溃他们 所答案 不分 知识及尺度 穷尽真理 根除谬误 小令 上下相依 请助我一臂之力 好考虑 零分 走 呵呵 请助我一臂之力 所答案 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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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小子们 到此为止 长 长官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睁大眼睛瞧瞧 这姑娘是我们要找到偷渡饭吗 嗯 这 这人是谁 你不知道吗 棕色头发 灰马甲 这位就是家族派来看护协约大典的长官呢 哦 原来如此 报告长官 我们正在抓拿偷渡饭 就是这个小姑娘 可疑得很 一定是她 放屁 你们再好好看看 木鸡报告说 是个银色的家伙 你们给我抓银色头发的小姑娘 能是一回事吗 还和客人打上架了 行了滚吧 让我来处理 尊敬 是 实在不好意思 让尊贵的客人看笑话了 我是猎犬加系的加拉赫 那些蠢货是我豢养的幼犬 他们还年轻不懂事 误会了我的命令 竟然把匹诺康尼的贵客 当成了犯人 真是有失礼数 我仅代表猎犬加系 向两位置以诚挚的歉意 猎犬加系 是孟静的守门人 在这里负责包括缉拿偷渡犯在内的一系列安保工作 此前我们收到通知 所有不法分子借着圣会的幌子 潜入了匹诺康尼 眼下正是斜月大典前夕 别有用心之人不在少数 放心吧小姐 我相信这是一场误会 这么可爱的女孩 怎么会是偷渡饭呢 谢谢 如果没有您出手相助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意思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如果你们有需要 就找附近的幼犬联络我吧 祝你们享受这场美貌 多亏你刚才出手相助 不然我可能真的要被抓走了 你说话好有趣 我才注意到你是无名客 对不对 是第一次来匹诺康尼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虽然崇拜无名客是真的 我是想说你是受家族邀请来的吧 我…我可以担任你的向导 虽然被猎犬家戏的人当成了偷渡犯 但我其实是本地人哦 冤伟化家戏的异者 刘盈 尽管只是临时演员 没有演出的时候 我也承接格拉克斯大道周边的接待工作 如果你不介意 我可以带你体验各种有趣的东西 只要好好工作 也许就不会被纠缠了 不客气 毕竟你帮了我大忙嘛 这边这边 借其了解一下当地 也不是坏事 谈起大多数人入梦后的第一站 那自然就是奥地购物中心 这里的梦境贩售店超级出名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奢侈品 服饰、潮流玩具店 甚至是车行 只要你的墓序币足够 想买什么东西都不成问题 这些物品 不仅能在梦中流通 也可以通过额外服务 带回现实 不过 车行的销售窗口 现在暂时不对外开放 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去买车了 啊 购物中心外边就是广场 来这里 我请你吃好吃的 就是这儿了 诶 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在梦里 饥饿是最珍贵的香料 这里有匹诺康尼 绝大多数的特色美食 像是钟表披萨 橡木蛋糕卷 木须色拉 还有经典苏勒达 你随便挑吧 我买单 应该没问题吧 我还是有点积蓄的 啊 这 这 已经点好了吗 你 挺有眼光的呢 那 那我买单了 接下来 我们走这边吧 这里 就是刚才提到的奢侈品商店 再往下走 就是格拉克斯大道 黄金石刻的主干道 来 这里 跟上哦 这边这边 给你看个有意思的东西 看 这尊雕像 就是匹诺康尼大名鼎鼎的卡通人物 钟表小子 来自匹诺康尼最长久 最著名的卡通动画 讲述了主人公钟表小子 与他的伙伴们 在美梦小镇中生活的冒险故事 至今已经连载万级以上了 哎 风险 为什么 钟表小子可是匹诺康尼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应该没什么问题 吧 不过你知道吗 据说钟表小子的原型 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钟表将 啊 你竟然不知道 他可是匹诺康尼历史上的传奇大亨 梦境世界的电击人 将梦想换作现实的人 关于钟表将的出身 人们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是来自天外的行商 有人说他是监狱星的囚犯 还有人说 钟表将只是一个符号 其实根本不存在这号人物 没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来历 但人人都想浮现他的成功 成为下一个钟表将 他的事迹传向银河 并那些心怀梦想的人们蜂拥而至 一场又一场宴席 造就了如今的社会之心 在匹诺康尼 这个名字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虽然动画里的钟表小子 只是个冒冒失事的吹牛大王 不过我还是最相信 钟表将是一位无名客的说法 毕竟开垦梦境这种事 听着就很开拓 我突然意识到 如果钟表将真是无名客 那他岂不是你的老前辈 你想和他拍照留个念吗 我可以帮你哦 这样啊 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吧 ek 开躯 y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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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好啦 看上去真不错 你好上香啊 救救 救我救 救我救救 嗨 嗨 谢谢你 美丽打人 我会拨打你当大树鸡 当大树鸡 我会给你熬大大 双表小子的雕像 怎么了吗 你刚才怎么突然跳起来了 是啊 你刚才跳起来了 很突然 既然你没事 那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吧 离这里不远 跟我来 看到远处那座建筑了吗 那就是著名的大剧院 匹诺康尼的另一个重要地标 有没有觉得它的轮廓很独特 因为在现实中 它曾是阿斯德纳的中央监狱 是家族在梦境中将其休憩一心 改造成如今光芒万丈的匹诺康尼大剧院 从建成的那一刻起 大剧院便不断地为整个美梦世界奏响协乐送 而在一季一度的协乐大典上 家族成员会在剧院中齐聚 公营奇想师班降临 为匹诺康尼带来恒久安宁的祝福 我们所在的地方 正是黄金石刻中最好的观景地点 你看 这里还专门设置了望远镜呢 这一季的协乐大典马上要开幕了 记得提前来这里站位哦 前面就是苏勒达主题休闲区 爱迪恩公园 这里人多 要跟紧我哦 这里就是黄金石刻规模最大的公园 也是匹诺康尼汽水文化的标志 那座超级巨大的汽水瓶 就是苏勒达企业的总部大楼 据说 苏勒达起源于监狱时期流行的甜味药水 由苏萨先生发明 因此得名苏萨水 后来星际行商爱迪恩发现其中商机 便买下了苏萨水的配方 他在其中打入大量气泡 更名为苏勒达 还创造了糖浆主义 声称引用苏勒达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并借此缔造了如今的商业奇迹 你知道吗 苏萨水最初的配方中 有一种被称作梦剑草的原料彻底灭绝了 所以现在 只有在匹诺康尼的梦里才能尝到元年苏勒达的味道 也只有在这里 你才能充分理解糖浆主义的真正内核 试不宜迟 我带你四处转转吧 这些正在演奏自己的乐器们 被称作美梦剧团 在匹诺康尼之梦中 有许多物品 设施 受到意志影响 拥有了自我意识 它们被家族驯化 成为了服务宾客的美梦剧团 不过 这些小东西也会受到危险的情绪或记忆影响 变成四处破坏的惊梦剧团 如果不小心撞上了 一定要向附近的安保人员求助哦 那有一位游乐设施的管理员 我去帮你 您好 管理员先生 我的朋友是第一次来匹诺康尼 可以为他兑换一些爱迪安代币吗 当然没问题 请出示一下您的梦境护照 姓名 好了 请拿好您的护照和这些代币 祝您游戏愉快 一共有多少代币呢 总共十秒 您现在可以尽情享受匹诺康尼的各种游乐设施了 谢谢您 我们快去体验一下附近的游乐设施吧 目标就暂定为用光所有代币 不会的 这个玩起来很快的 一眨眼就说 就花光了 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看看 先玩什么好呢 考虑到你是第一次来 不如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吧 美梦排排乐和幸运转盘都很容易上手哦 哎呀 怎么了 已经玩够了吗 正好 我也有点累了 我们在酒水吧坐会儿吧 玩得还开心吗 这片梦想之地 匹诺康尼黄金的时刻 还是很棒的 对不对 倒也谈不上悲伤 只是 这梦境太过不爱 太过宽容了 它浩瀚 又深沉 像一片海洋 就连奇迹无名的小人物 也可以安眠其中 我真的很感谢 你选择出手相助 也因此 我才能向你介绍这座乐园 它愿意接纳我 尽管我不属于这里 我也爱它 所以才想要 同别人分享 我 我是有合法身份的 现在 能再靠近些吗 再近些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 你是一个人来匹诺康尼的吗 这样啊 我明白了 你或许意识到了 也可能没有 但我刚才 一直在带你绕远路 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这是因为 因为有人在跟踪你 别回头 我确定他的目标就是你 从我们和加拉赫先生告别起 就没跟丢过 我想过这人是不是你的朋友 但只却告诉我不是 他身高大约一米八上下 不差在两公分以内 体格健壮 明显锻炼过 步幅很长 但听不见踏地声 很轻强 这种步法 不会留下脚印 看来他很擅长战斗 隐秘的那种 他手掌宽大 但手指细长 灵活 我猜他习惯用刀 短刀 匕首 你认识这么一个人吗 有红色外套 绿眼睛 深蓝色头发 他来了 这不是我忠实的大顾客 开拓者姐妹吗 真是好久不见 亲爱的 没想到能在这遇见你 我真是走大运了 对 你的老朋友桑伯 如假包换 见到我是不是很意外 这都是多亏了你 亚利洛六号 现在可是门户大开 这位是 三月姑娘 你这就不记得我了 亏我在贝洛伯格帮了你们那么多忙 我叫刘盈 是冤尾花加息的异者 哦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 也没过去多久 三月姑娘 这变化也忒大了 幸会 幸会 我叫桑伯 是她的老朋友 请多关照 别这样 咱俩好容易再见一面 怎么说走就走 桑伯先生在匹诺康尼做什么 做什么 姑娘这话有意思 在匹诺康尼还能做什么 无非就是到处转转做做白日梦 度假呗 说到这个 正好 伙计 咱俩难得在这匹诺康尼见上一面 不如 让我带你们在这附近好好逛逛吧 我观察你们好久了 刘盈小姐固然了解匹诺康尼 但要论大人的娱乐 恐怕还是我桑伯更胜一筹 大人的娱乐 看来我说中了 来吧 二位 让我老桑伯带你们好好体验一下大人的世界 那个 桑伯先生 你在担心什么吗 刘盈小姐 放心吧 绝对都是符合工序良俗的项目 要绕到对面 恐怕得跑好长一段路 各位 咱们坐弹球机蹦到对岸去吧 弹球机 它还没适应梦境 这恐怕会很危险 危险 刘盈小姐 这可是家族的美貌 怎么会有危险 在梦里不找点刺激怎么行 来吧姐们 向她证明你能行 这里是商业区下层吗 没错 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在前面 匹匹匹匹匹的沙龙 这沙龙可不一般 除了匹匹匹人 只有拿到贵宾卡的客人才能见 当然 没什么是我桑伯搞不定的 来吧 保镖大哥 我们又见面了 是你 又来照顾生意了 对 我今儿想带两位朋友来贵宝地玩一玩 不知道咱这沙龙还有空位吗 几个人 三个 卫兵卡给我看一眼 好嘞 给您长长眼 不是说你那两位朋友的 你的我早看过了 这 我朋友初来乍到怎么可能有贵宾卡 您通融通融 就用我的卡成吗 这两位身份绝对安全可靠 我用我自己的卡做担保 这可不行 不能坏了规矩 要是没有认证就请回 快去吧 看来进不去 别慌 让我老桑伯想想办法 有了 这样吧 保镖大哥 我们不进去了 您帮我取个东西吧 先前寄存在这儿的 选择背叛的刹那 一律的阴云 致死不渝的恨 就跟雷手大姐说是小丑准备的材料 她肯定明白 一些强烈的情感 至于要怎么用 就让我桑伯先卖个关子 这没问题 我去告诉她 你们几个 在这等会儿 取来了 她说光有这些不成 还给你多生了个碎梦 叫你看着办 还是大姐想的周到 多谢多谢 这样就只差一件东西了 咱们得找台附近的街机 巧了不是 沙楼门口就有一台 走走走 给你们看点好玩的 这台电视机 为什么会被丢在路边 错了 刘盈小姐 这是一台街机 不是捧克洛德那种电子垃圾 是更符合梦境气质的游戏 我说姐们 要不要试着碰一下她 看看会发生什么 这不是想让你亲自体验下 当然 我也只是提个建议 你不想试也没问题 大不了我来 天哪 天哪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变得好 好酷 你现在真是太酷了 亲爱的 所以她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不懂了吧 那刘盈小姐 她刚才被吸入了这台电视 和这位哈努兄弟交换了身体 稍等 再让我仔细看看 看 这玩意儿叫做小小哈努行动 根据剧情介绍 你是被石头老板的奇怪装置变小了 不得不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冒险 用小小的身躯拯救美梦小镇 现在 你得完成这位哈努兄弟 在卡通里做过的事 或者再碰一碰这台电视机 才能变回来 哦 这里还写着 进入门洞已开始冒险 显然 你在从那里钻进去 开始你的挑战 亲爱的 我们会为你加油的 当然 祝你齐开得胜 你回来了 没事吧 亲爱的 你表现得真棒 看看这是什么 片刻自由 你拿到它了 这下 就万事俱备 只欠做梦了 跟我来 各位 是时候 让你们领略真正的娱乐了 欢迎光临梦境翻船店 艾德华医生 结成为您俗 星球列车的开拓客 我们又见面了 你还带着两位有趣的朋友呢 嗨 艾德华医生 我想带朋友们体验一点有趣的东西 你懂的 当然可以 艾德华医生欢迎追寻刺激的客人 就读取您的梦境可以吗 先生 嗯 就用我的吧 昨晚那个就合适 嗯 这是在做什么 为您解释一下 这是本店面向资深客人的服务 您可以将俊姬体验过的梦境交给我 服役相关的情绪言行 即可支撑可重复体验的个性化梦吧 对 看来你已经上道了 你也做过那种醒来后意犹未尽的梦 对吧 意犹未尽的梦 看来刘盈小姐已经跃跃欲试了 别急别急 作为示范 这次就先用我的梦感受一下吧 相信您已经准备好了材料 请将它们交给我吧 感谢您的捐献 读取完成 正在为您调整抑制 生成梦芒 生成完毕 请您闭上眼睛 将额头 抵在梦袍上 来吧亲爱的 祝你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这是哪儿 这里是 佩洛伯格下层缺的诊所 为什么空无一人 这是个惊喜 我们稍后再揭晓 但你要明白 在梦中 一切皆有可能 别急 你应该先熟悉下梦中梦的感觉 这是又一张纸条 哦 是吗 如有雷同 不胜荣幸 哎呀 别在意这些细节了 要我说 你该出门看看了 小心别被吓到 啊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我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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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啊 啊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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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是想说 只有你能团结这群 垃圾桶 然后带领他们 打倒邪恶的坏人吧 爱德华医生说 他来不及做那么多分支了 你就接受吧 我爱德华医生说 我家居然在这里 我家居然 小数赶紧 这都不立即 我 啊 卡巴拉拉卡 烏卡卡文卡 毛马哈 阿巴サ卡塔 孫子 阿巴瑁 阿ーヤ 阿巴拉 阿巴拉 阿巴巴拉 哈,Narutada,Akagama Dasu,Daradik,Horuru,Daradati,Dar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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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Muyo,Muyo,Waduwaruka,Dorudurowarukarukaraka,Junu,Junu,Chikonaduruku. Narutada,Dar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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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位 我以為你給予你一位 我和你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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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有一個人 不太過了 我又有一個人 不太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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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叫男儿子 这是一个 其中一叫 一叫 一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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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打赫的男子》 有함 《凯克的男子》 是 M 好 那是 一叫 吉利康、カシノ、サコキガ、ドリララ ニャー、カリグラガ キガ、コリガラガラコ、ガキガ 運火、ロロヒガ、ヒタトン、サイキミノトン タタノコヒア、赤、コンパキガ タナミガ、ココトコモク そのトーココモニガ、ココビギ、ヒトウモクイダノコカ ヒキゴ、モカコトウモコカ モナカ、オソモコカキ、オモコノマトコマカカ ノーコカ、ノーカ、コモコカ correspondent vehicle 體力 健康 riding 駛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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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 拉路互,哈多路互, 如哈, 无故亨, 无故互, 无故互。 他们不是说垃圾之王在这等我吗? 我是不是被耍了? 他要突然之类的, 看 interested, 被Gialuta以截然地ON去念他们, 都会不会接见他们他们的真相。 等一下 师爷太胡闹了吧 真遗憾 我还想看看 你要怎么应付垃圾之王呢 可惜啊可惜 这样一场富有深意的梦 却因为刘盈小姐的出手 戛然而止 我本来还在期待 你发现真相的瞬间 会露出什么表情呢 隐悦 不 应该是揭露 有关美梦的真相 你不就在寻找它吗 别被美景迷惑了 亲爱的 安逸的环境 早就盲目的人 不觉得这梦炮 和如今的匹诺康尼很像吗 一群居心叵测的人 挤在一片狭小的舞台上 谁都不想暴露在聚光灯下 就把可怜的小灰毛推到台前 梦境可不是自家的浴缸 而是变幻莫测的深海 如果要我说得更清楚点 别被诱人的荧光给骗了 如果你折在了那种家伙手里 我可是会非常非常失望的 你看那小姑娘还在吗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匹诺康尼本地人 那一行的门路却一点不懂 小偷小摸的本事到不少 究竟是什么人啊 亲爱的 你就一刻也没怀疑过她 听我一句劝 有什么想问的 快找那姑娘对峙去吧 别让她夹着尾巴逃跑了 再见了伙计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哦 桑博 到底是什么意思 刘盈在隐瞒什么吗 得让她给个说法才行 先找到她吧 应该没走太远 对不起 谢谢 我 是想你隐瞒了一些事 比如我确实不是本地人 猎犬家系追捕我不是毫无来由 与你同行 也有一些别的原因 但感谢你出手相助 是真的 向往无名客也是真的 你们去过很多世界 能见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 我想再带你去个地方 可以吗 这次不是什么旅游景点 恰恰相反 大概算是 我的秘密据点 在那里 我会把我所知的一切 尽可能都告诉你 谢谢你 那里是不是有个什么 救命 救命啊 要出人命了 来人呐 我可是块周表 不是什么东西 等等 你 你能看得到我 怎么了 难道 你真能看得到我 滴答 太好了 太好了 米莎他有救了 哦 抱歉 还没有进行自我介绍呢 我叫周表小子 是美梦小镇 皮诺康尼的大明星 我和我的朋友们 一起守护着 这座小镇的和平 他们分别是 哈努兄弟 汽水先生 折指小鸟 藏鼠球骑士 还有米莎 米莎他遇到危险了 滴答 救命 救命 会说话的钟表 钟表小子 你是说 你看到了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画人物 在哪儿 我看不到啊 滴答 我猜只有直率 纯真 有童心的孩子才能看见我 比如这位灰色的朋友 我哪里不够直率 纯真 有童心了 灰色的朋友 既然你能看到我 那你一定能帮我个忙 我的好朋友米莎 她遇到麻烦了 救救你 救救她吧 不然就要出人命了 那你要去先帮帮这位 是用你能看到的钟表小子吗 我没有怀疑你 毕竟在梦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说的地方晚点再去也没问题的 叮噹叮噹 快跟上快跟上 灰色的朋友 米莎遇到危险了 她就在那里 我来带你去 米莎这个名字好令人在意 总之先看看发生了什么吧 快快 要像仓鼠球骑士的样快 请冷静一点 各位 请冷静一下 规矩家伙 看我怎么收拾你 好老板 好不救他 怎么会这样 都是 是什么意思 看吧看吧 我没有撒谎 米莎遇到危险了 叮噹 求你了 灰色的朋友 帮帮米莎吧 可是球棒的效率太低 不对 我是说 我们不能用这么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 叮噹叮噹 场面变得这么混乱 都是石头老板的错 石头老板是美梦小镇里最坏的坏蛋 他是个贪心鬼 想要把美梦小镇的阵迷都赶走 独占珍贵的石量 于是他指使自己的手下搅乱了梦境 把大家的好情绪全都抽走了 美梦小镇 从此充满了焦虑和纷争 大家再也不是一家人 但是为美梦小镇的守护者 周表小子不能坐视不管 只要使用周表把戏 让流淌在梦境的好情绪 重新回到人们心里 大家一定能和好如初 来吧灰色的朋友 我有种预感 你一定能够学会周表把戏 毕竟 你特殊到能够看见我 而且你是美梦小镇的客人 石头老板没料到你的存在 如果你出手 那个大坏蛋一定被打得措手不及 我自己一个人是用不了周表把戏的 因为他们都看不见我 所以拜托你了 闭上眼睛 这样我们就是一心同体了 有没有感觉力量在体内流动 来吧 现在去找那个生气的帮牌老大 施展周表把戏 把好情绪全都灌进去 哼 大功告成 一定要记住 绝对不能用钟表把戏做坏事 我们可是美梦小镇的守护者 叮当 你成功了 可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应该是的吧 不然他怎么会突然开始笑呢 只是 他的样子可真让人害怕 就像是真正的喜怒无常的石头老板一样 嗨 各位 请原谅我的冒昧 欢迎来到梦想之地 匹诺康尼 小的们 给我列队 好好欢迎我们的贵客 是 是 预备 起 欢迎来到梦想之地 匹诺康尼 全听您的吩咐 您是我最尊贵的客人 您开心就好 天呐 看来你在他们心里有相当的分量了 既然这样 你是不是也能叫他们离开了 当然 当然 一切都由各位说了算 小的们 散了 别打扰我们的贵客 享受休闲时光 是 老大 我们又见面了 客人 是你帮我们化解的危机吗 蜜珊 怎么了 你认识这位灰色的朋友吗 他是尊贵的客人 前不久我们成为了朋友 我跟你提起过 记得吗 哦 原来就是他 总之 谢谢你 如果你没有及时赶到 这里就要乱做一团了 谢谢你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再会了 方才的混乱 听说是有群假面语者 在街头闹市 扰乱了秩序 我突经此地受到盘查 过程中发生了一些 误会 就结果而言 又给你添麻烦了 这位小姐 也是你的熟人吗 熟人说不上 有过一面之缘 她此前在酒店帮了我 是位善良的人 也很高兴认识你 美丽的小姐 美 美丽的小姐 不过 你刚才对那位先生做了什么 她瞬间的情绪变化 有些不可思议 我也想问这个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在说什么 不是化疗 是钟表把戏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我猜 是不是和那个 只有你能看见的钟表小子有关 钟表小子 对 就是那个卡通人物 好像出现在了现实 我的意思是梦境里 虽然我也没太搞清楚状况 但她说 似乎只有直率 很快 纯真 有童心的小孩子才能看见她 看来我也已经过了这样的年纪 但倘若这位钟表小子真的存在 许多事就解释得通了 你也能看到我吗 我能感受到 有些似是而非的事物陪伴在你身旁 可惜我无法像你一样与之沟通 也许我们都对意志有所反应 才能察觉这些梦中的不可思议之物 而你比我更敏锐 我本以为是那位优雅的一辙 在你脑海中留下了什么 现在看来 这梦中和她一样特别的存在 不在少数 与你分别后不久 我察觉到有人在暗中窥视 行着镜子中的视线 我最终找到了一位身披黑纱的女士 便与她做了些深入交流 暂且不细数了 可惜忘了请教她的名字 只知道她来自流光一庭 流光一庭 是那群奉侍记忆星神的人吗 是啊 她们能以魔音的形式 穿梭于各个世界 只出现在特定的人眼中 不觉得和你口中的钟表小子很像吗 到底是家族的盛会 也许阴阳而来的客人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上许多了 总之 再次承蒙各位关照 祝你们在梦里过得愉快 我就不打扰二位 约会了 不 不是约会 她走掉了 那我们也 去忙吧去忙吧 谢谢你 灰色的朋友 真的非常感谢 果然无名客 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呢 希望我们有缘再见 有缘再见 滴答 我们到了 就是这里 不是 是这里 秘密据典在里面 没关系的 梦里什么都会发生 每天都有好多人从天上掉下来 行人早都见怪不怪了 我先做个示范 刚开始会有点黑 你要跟紧哦 我问你啊 你吸引女孩子注意的方式 就是大摇大摆地跟踪她吗 快半个系统时了哦 准确地说是四十五分钟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 不是吗 小孔雀 你有对漂亮的眼珠啊 老家是雌冈尼亚的 想要进一步提示吗 比如 我是个哀为惊人 哼 我的眼睛橙色是不如你 但我不瞎 全宇宙有哪个不知道你们雌冈尼亚人 天生的骗子 小偷 小季花 口蜜复见 名副其实 要我说 比起梦里 你更适合待在印井盖下 那里就有一只 快去吧 不必了 阴暗的角落和我气质不搭 还是这座美梦更适合我 轻浮虚柔 滑而不实 还不会下雨 我这身行头可娇贵得很啊 经不起风吹雨铃 收起你那俏皮的舌头 小孔雀 请回吧 我们是雨者 不是傻瓜 不打算和公司的海包狗玩朋友游戏 哦 这话当真 你从来没和公司的人交过朋友 当我没读过匹诺康宁历史吗 别想把我卷进你们无聊的办公室正职 雨者 从硬邀参加这场盛会起 你就没得跳了 即使选边站 别让自己血本无归 你听起来很有把握嘛 显得你已经把家族那位鸡翅宝男孩搞定了似的 怎么办到的小孔雀 脱光衣服向他下跪赔罪 承诺 公司绝对不会打匹诺康你的主意 朋友 得了吧 你们只会把别人当作筹码 筹码不好吗 在赌桌上只有筹码不会把自己赔进去 你看刘光衣亭和星穷列车的朋友 都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就很聪明 可聪明的人 从一开始就不会入局 你瞧 我是不是更聪明一点 听好了小孔雀 你也是收到过酒馆邀请的人 想要假面语者入伙 可以 动动脑子 乐子神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给你个提示吧 既然你谁也说服不了 何不考虑去找个哑巴做朋友呢 至少他不会反驳你 再见了 谢谢 和哑巴交朋友 我会铭记在心的 真是麻烦 看来还得再去会会家族啊 看很漂亮的地方 对吧 通常游客是不被允许到这儿来的 所以我们得小心一点 别被其他人发现了 别担心 不是什么危险地带 你可以把这里 理解为黄金时刻的边境 更往外的梦境 家族还在建设改造中 我的秘密据点 就在这里面 我们偷偷溜进去吧 这里不是有 两位 两位 劳驾 前方是施工重地 闲人免禁 一上来就被逮到了 请您 通融一下吧 我们不会给大家添麻烦的 不行 上头有规矩 任何非助梦师团队成员 都禁止进入 态度也太强硬了吧 行了 你收回去 这次我全当没看见 下次再这样 我可要通知项目加戏了 两位也不必再耍其他小聪明了 请回吧 这对你我都好 看来我们是说服不了他了 我再想想办法吧 也许 可以再用一次钟表把戏 这应该不算做坏事吧 可恶 我竟然输了 这就是 青春的力量吗 如果那时 我也有这种力量 米娅 我们是不是 就能有个不一样的结局 你们走吧 圣者的权力 尽情享用吧 它是不是有点入戏了 但总算能过去了 结果是这样进来的 双表戏法 好神奇啊 歌声 是从哪里传来的 你听过这首歌吗 十一颗心缅约哀伤 那位枝羹鸟的作品 协约大典在即 梦境中 偶尔也会奏响他的音乐 这里是离梦中的天空最近的地方 远离城市的喧嚣 也没有驻梦式的争吵 可以不被任何人打扰 感受当下 当下的风景 人 还有梦 多美啊 时光永远停住在这黄金的时刻 一场金色的梦 酒馆的雨者 和一亭的艺者 流浪的游侠 和公司的使节 星穷列车的吴鸣客 和我 所有人在这里平等地睡去 无论缘由 尽管我们确实各怀目的 对不起 我的确是一个偷渡犯 我的故乡在很久以前就毁灭了 也许是军团干的 也可能是重群 我是个星际难民 就和匹诺康尼的许多本地人一样 同些包容所有的人 也包括那些远道而来的漂泊者 家族接纳他们 但他们 终究不属于这里 在这座金币辉煌的大都会中 有些人的梦 名为匹诺康尼 而有些人的梦 却和现实无异 尽管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普通人 最初都怀抱着相同的目的 我也一样 现实里的我 有着求而不得的愿望 它太过强烈 因此我诉诸梦境 是伤症 你听说过这个词吗 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罹患这种病症的人 物理结构会陷入不可逆的慢性竭力 这意味着 你正在慢慢消失 而这种消失 在旁人眼中甚至难以察觉 你依旧能跑 能跳 能和他人交流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 只不过 你总是比别人慢一点点 然后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直到自己和整个世界的轮廓 都变得模糊不清 你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因为它们变得同样破碎 所以 我该如何拒绝呢 你能想象吗 在这场梦里 我竟然可以 可以不用待在冰冷的医疗舱里 我可以将一生的话抛在脑后 用我自己的身体 随心所欲地去听 去看 去触碰 去思考 去领会 尽管这个世界并不真实 但这感受 却无比珍贵 却想此时此刻 对不起 因为一些原因 有些事 我现在还不能向你全盘拖出 但 也有些事 我应该对你坦诚 双表僵的遗产固然是我的所求 但我们未必要分道扬镳 走向对立 至少 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 谢谢你 我梦见一片焦土 一株破土而生的心蕊 她迎着朝阳绽放 向我低于呢喃 还记得邀请韩上的问题吗 生命因何而沉睡 你看 在这片梦想之地 一切都被允许 一切都有可能 不堪回首的过去 像泡沫一样散去 不愿面对的明天 永远也不会到来 人们为何选择沉睡 我想 是因为害怕从梦中醒来 泡沉睡 气氛突然变得好沉重 抱歉 不该这样的 让我想想 怎么活跃气氛比较好 啊 对了 你在列车上有很多朋友 你们平时遇到这种状况 是怎么做的 但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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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幽默感 也许我们可以想想其他办法 咖啡 当下好像也没有这个条件 我们应该还可以参考其他人的做法 我 我已经在想办法转移话题了 但我失败了 也许你们还有其他办法 自拍 自拍 你说得对 我来这里好多次了 怎么没想到拍张照呢 不过对着自己一个人总有些不习惯 要一起吗 就当是留个纪念 我有点怕镜头的 别笑话我哦 来 你拿着吧 稍等 让我准备一下 好了 开始吧 一 二 茄子 我 说 Zither Harp 啊,你要回去了吗?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也打算返回现实休息了 走吧,我们就在黄金的时刻分别 是那家伙在搞鬼吗? 我们又见面了,亲爱的 哎呀,看来你根本没把我的劝告放在心上啊 真可惜,那姑娘就这么让你着迷? 你真的太盲目了 小心,现在我可以确信,你的这位朋友有问题 哎哟,看来这位勇敢的小姐想保护你啊 为什么?你们关系有这么亲密吗? 废话少说 我太喜欢你的性格了,亲爱的 我承认,你和那小灰毛不一样,鼻子还算灵敏 可即便如此,你也落后大不对了 是到如今还没发现吗? 家族在隐瞒的,这篇美梦背后的秘密 而至于你,拯救了冰雪世界的开拓者 哎呀,桑伯那家伙到底在亚利洛六号的故事里插了多少水啊 算了,会相信她的话是我的问题 我真的,真的对你太失望了 不好意思 就请你在真正的梦境里 小睡一会儿吧 联系不上啊 米哈伊尔,你在里面吗? 好安静啊 只有钟表的低大手 啊,你果然也在这儿 我,不知道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还在梦里 而非别的什么地方,更不可能是现实 空气中有意志独特的触感 我不会认错的 但这里和我所熟知的美梦差别好大 幽闭 辟静 不安 还有这些漂浮的文字 你也能看见吧 家族这里下的皮诺康尼 不可能会有这种地方 所以 是梦泡 不,不对 还记得吗 在我们不省人事前 你的那位朋友是这么说的 真正的梦境 我不敢肯定 这个发现太突然了 但无论如何 家族一定隐瞒了什么 关于梦境的真相 而且 你醒来时也注意到了吧 遍布四周的时钟和滴答声 实觉告诉我 藏在这里的秘密 恐怕也和那位神秘的钟表将有关 如果他指向钟表将的遗产 就和现在身处 匹诺康尼之梦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走吧 无论是为了找出真相 还是离开这里 我们都得出发 不可思议 真的就像梦里才能看见的风景 从刚才开始 这些蚊子就不停地浮现 消失 他们是谁的星生吗 米哈伊尔又是谁 我好像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 情绪 迷茫 畏惧 悲伤 以及微弱到几乎无法感知的 视死如归的决心 墙壁消失了 感觉应该快到终点了吧 是有一个宝箱 好可疑 要打开看看吗 怎么回事 灯怎么全都亮起来了 好吓人 不过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扇门 我们应该能从其中一扇 离开这里吧 又是这样 救救我 不对 难道 救救他 我不能打开盒子 糟了 最开始的门是哪一扇 我不是哪一扇 救救 我 害怕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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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石机的闪光好刺眼 小心 好像有什么东西 谁啊 以试猫 如果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 可是无法从死亡的阴影下 全身而退 下次再见 快走 你醒了 小壳睡虫 看来你做了个好梦 如何 有梦到我吗 欢迎来到现实白日梦酒店 你最熟悉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很高兴你的精神状态还算正常 没有受到那片原始梦境的影响 运气不错 你很关心那个小姑娘呀 也是 即便在死亡面前 她也竭尽所能 想要保护你的安全 连我都有些心动了呢 我知道你脑袋里有许多问号 别心急 在那之前 先想担心你的伙伴们 报个平安吧 季子小姐 你看 我如约将这孩子带回来了 你没事吧 现实和梦里都找不到你 担心死我了 你平安无事就好 为你介绍一下 黑天鹅小姐 流光一亭的艺者 季子姐姐说 他们是在调查梦境的过程中偶遇的 尚且只有一面之缘 但因为你 我们或许能够借此机会 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呢 所以 你怎么会落入那种地方 发生了什么 所以 袭击你的人 是一位身穿红衣 擅长换手 能变化成他人样貌的女性 她名叫花火 是混入匹诺康尼的假面语者 放心 那姑娘暂时不会再打各位的主意了 她一定自以为得逞 正不知在何处得意洋洋呢 你似乎很了解她 当然 我了解这里的每一个人 在匹诺康尼 所有人都可能说谎 但记忆不会 所以 所以我有必要向各位 澄清一个事实 花火小姐的把戏 能令人陷入幻觉 但那片诡异的梦境 和她无关 而是源自 匹诺康尼本身 匹诺康尼本身 还没意识到吗 所谓的梦想之地 其实是家族不知用何种手段 精心维护的成果 一场设计好的美梦 而她坠入的那片抑郁 那才是梦境原本的样子 混乱 危险 神秘 变幻莫测的迷宫中 栖息着记忆的野兽 她说的没错 各位 还记得入梦时的景色吗 原来每个人看到的是一样了吗 我记得 然后是一间客房 再通过镜子 来到一条长长的走廊 思绪长廊 酒店的服务人员是这么称呼她的 不觉得这些风景 和梦中的匹诺康尼相去甚远 却和黑天鹅小姐描述的梦境 十分相似吗 的确 初见是没放在心上 但回过头看 二者的共同点未免有些多了 以及 我从一些熟客口中得知 入梦后的第一站 原本是梦中的酒店 但因为一些意外 酒店目前正在进行修缮 请问一栋建筑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修缮 结合下他方才的经历 答案很明了了 皮诺康尼的美梦正在沉默 变回他原本的样子 坠入深海 沉默 你的意思是梦境世界正在瓦解 梦境酒店的脏语就是预证 原来如此 这样就能解释家族言语中的违和感了 倘若这一消息被外界得知 无论诸客们的实际安全如何 盛会之心的名誉必然会受到影响 邪悦大典将至 他们不得不隐瞒此事 诸客们的安全 也许这一点也无法保证 他遭遇的那只怪物 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要我再提示一遍吗 他是异域迷音 暗欲死亡和谋杀的迷音 怎会出现在家族宣称绝对安全的梦里 在匹诺康尼 所有人都可能说谎 或许也包括家族自己哦 黑天鹅小姐 现状我们已充分了解了 回到你最初的提议 请问流光一停 又是出于什么理由 选择和星穷列车合作呢 请允许我纠正一下 这是我个人的请求 不代表义庭 答案很简单 姬子小姐 我只是想做个交换 有关记忆的交换 在职责之外 我也有些个人的美学追求 我是义者 也是一位收藏家 作为交朋友的原因 恶梦与美梦的交汇之地 作为记忆的摇篮 再合适不过了 我明白了 但在答复你之前 我们还需要做些讨论 当然 请随 机子 你怎么看 她的话不可尽兴 有不少刻意诱导的成分 但我会担心最坏的可能 假如梦境的异变确实存在 并且不是自然发生 而是有人在幕后推动 那么她大概率和钟表将的邀请函有关 这是怎么推断出来的 暂且不考虑极端情况 推动梦境一边的主使 立场定然与家族对立 那就不外乎两种可能 有人意图引入外部势力 借机动摇家族对匹诺康尼的掌控 或是家族为了自保 被迫暗中向外界求援 但从邀请函的秘文和家族的反应来看 前者的可能性更高些 这也就意味着 发出无名刻秘文的人 和梦境一边的幕后主使是同一阵营 甚至 可能是同一个人 但 这也不说明什么吧 只谈手法 语者和谜语人也做得到 公司不也破译成功了吗 小三月 别紧张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可如果这行秘文不是单纯的恶作剧 而是什么人有意邀请开拓入场 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坐视不管 那来说说我的发现吧 很遗憾 是个坏消息 据可靠消息称 一些人在匹诺康尼目击到了身穿银色盔甲的高大男性 我向猎犬加息打听的消息 也走访了不少声称见过这位入侵者的来宾 然后收到了这个 我发给你了 打开看看吧 能听到吗 星球列车 好久不见 皮诺康尼好玩吗 这是 是那个嗨客小姑娘 说正经的 我知道各位正在四处调查皮诺康尼的意向 不如说我们非常乐于看见这一幕 因为你们调查的越深入 就越有机会了解到美梦的真相 家族正在隐瞒什么 不是吗 我们也掌握了一手情报 现在 我决定宽宏大量的把它与各位分享 只是可惜 美好的假期要结束了 把这段代码输进你们的入梦池 就是那个用来做梦的装置 到隐藏地图去看看吧 位置坐标都给你们打包好了 一键复制就行 以及 想必你们已经听说丧幕的事了 好好期待一下吧 那家伙性格单纯 喜欢堂堂正正的胜负 一定与你们合得来 希望各位别被他的热情压垮 他让我转告各位 无法抵达的梦中 剧目即将开演 加油吧 各方势力都动起来了 吴鸣克 别落后太远哦 这群星河猎手 竟然在皮诺康尼有布局 真是纠缠不休 形势很明朗了 圣会之星 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围绕着钟表将的遗产 包含家族在内的一众势力 各怀目的 彼此制衡 尽管还不知道这遗产是什么 但这场争夺战波及无辜群众 是早晚的事 熔火骑士萨姆 据称此人是格拉木铁骑的鱼党 先天的基因改造战士 任之异于常人 形势决绝不留余地 是不亚于卡夫卡和任的危险分子 这是一封威胁信 银朗口中的隐藏地图 想必就是封锁中的梦境酒店 为后续考虑 我们确实有必要拜访一下现场 虽然态度友好 但他们未必信任我们 先行后闻吧 如果家族问起 就如实告知 列车组在追查星河猎手 相信能得到理解 根据对方的反应 我们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看来我们达成共识了 那就回去通知黑天鹅小姐吧 黑天鹅小姐 列车组愿意与你合作 在抑郁中 我们需要一位合适的向导 听凭差遣 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你们俩回到各自的房间吧 准备入梦 如果顺利 我们再梦境酒店的大堂几何 我会留在现实 确保各位安全无虞 如有需要 也会出面与家族交涉 没问题吧 黑天鹅小姐 看来即便我亲手拯救了 你们的同伴 各位也还是很难信任我呢 当然没问题 只是有点伤害我的感情 拜托你了 瓦尔特 至于我们 就准备好一读梦境的真容吧 看来要忙一阵子了 不知流云回现实了没有 不对 我没她的联系方式啊 问我黑天鹅吧 你看起来很紧张啊 是在担心那个小姑娘吗 如果有心事 不妨向我倾诉吧 这世上可没有比一辙 更适合做心理治疗师的存在了 别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毕竟你很特殊 特殊到有许多声眼睛在注视着你 放心吧 那是一道单向门 只会通往清醒的现实 除非那女孩抱有强烈的意愿 怎么也不肯从梦中醒来 怎么可能呢 她现在一定正在酒店的某处 揉眼睛呢 看来你有些不太愉快的回忆呢 但显然 接下来的合作对你 对我 对列车组都是明智的 对吧 所以你可以安心地依赖我 当然 前来这里的议者不止我一人 匹诺康尼首次向家族以外的派系 公开发出邀约 一庭要铭记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所以你也可以试着和别人合作 只要你看得见他们 不呀 我要陪你们一起入梦 免得你们受伤 反正一辙也不需要什么入梦池 对吧 好呀 那就安心去睡吧 我会好好陪着你的 回到熟悉的房间了 这边 亲爱的 怎么样 身体没有不舒服吧 那我就安心了 我知道你对意志比较敏感 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梦境的影响 这也是我需要特别陪同你的原因 我会略失手段 让你不那么难受 别担心 你的伙伴也很安全 我在入梦前 向他们两人各要了一件小首饰 这能让我在意义中感应他们的存在 他们已在各自的房间里醒来了 这下 你应该就能放宽心跟我来了吧 时间不等人 这就出发去大堂吧 三月的房间就在边上 先去和他会合吧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很可惜 那姑娘不在里面 这里也不是她的房间 从你踏入异域的那一刻起 现实的建筑构造便没有意义了 我能感受到 此刻它在很远的地方 同样的 要找到领航员小姐所说的大堂 我们也得多花些心思 这些东岛西外的小可怜 奇怪 是她 这怎么可能 这里 难道没有工作人员吗 哦 怎么是你们 也不能这么说吧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两位 寒暄暂且到此为止吧 我们先合力请走这些好客的孩子 如何 不是荣幸 那就感谢二位帮忙了 能算安静了 两位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事实上 这也是我们想问你的问题 或许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 这全部归功于 一位假面愚者 也许是我的无心之言伤害了他 在一阵五光十色后 我就身出此地了 你 应该没有隐瞒些什么吧 隐瞒 在一位议者面前 我应该做不到这事 是吗 那你很厉害 是受过什么训练吗 是否可以教教我 开玩笑的 他做不到 两位来得正巧 这篇梦境危机四伏 既然我们目的一致 不如结伴同行吧 我可以保护你们免受伤害 在抑郁中 我也需要 议者的援助 以及 如果遇见家族 多一个人 总能多一份解释 这 你怎么看 谢谢你 真的很感谢 也很高兴能再次与你同行 黑天鹅小姐 嗯 但愿如此 这间房间 怎么上下颠倒过来了 抑郁的样貌 无时无刻不再变换 看来我们得想办法 走到天花板上 我们现在就在天花板上 黄泉小姐的话不无道理 无论如何 我们得登上 悬在头顶的那个平面 当然 绝不是抱着柱子上去 我来为各位传授一些 在意义中行动的小技巧吧 我们到了 这里有座电梯 和大堂的一模一样 乘坐它 应该就能到目的地 但前方的抑郁 似乎被严重扭曲了 各位 小心为好 看 我就说没那么简单 这是哪儿啊 这扇门也上锁了吗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 还是让我来吧 这片抑郁有点过于扭曲了 我得采用些不那么优雅的手段 二位 我能看见这片梦境的中心 还有家族的人 还有几个身影 在摸索着向前 看来 看来你的朋友也不太顺利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不对 三个 还有第三个人在寻找去大堂的路 等等 这是 是之前和你在一起的小姑娘 我不明白 但意义中有熟悉的影子 和她给人的感觉很相似 她有什么一定要深入梦境的理由 她 是在奔跑吗 不 奔逃 她的身后似乎有神吗 不好 各位 我们得加速了 我梦见一片焦土 一株破土而生的星蕊 她迎着朝阳绽放 向我低语泥喃 人们为何选择沉睡 我想 是一位害怕从梦中醒来 小心 附近有危险的气息 各位 保持警惕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你 没事吧 看着我冷静些 深呼吸好吗 我来吧 方青苏 你会没事的 真的很抱歉 我得离开一小段时间 死亡还在游荡 我必须亲自去确认 姬子小姐和三月七小姐的安慰 并给予提醒 她就拜托你了 黄泉小姐 发生这种事 我很遗憾 我太过专注于那女孩 却忽视了 是因为我的犹豫不决 让她送了命 对不起 但如果那时 我选择拔刀的话 对不起 我 别无选择 会的 我们会的 但时候未到 在巡猎之前 我们应当擦亮眼睛 思考真正的敌人 藏身何处 以及如何与之相抗 不要让伤痛 左右你的想法 维持自我 你才能走在正确的路上 曾经 也有人这么告诫我 对待敌人 无需怜悯 那是对自己的残忍 但你必须要认清 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以及 你要明白 挥出那一刀的意义 和代价 这是一个身负累累血债之人 能给你的唯一忠告 二位 我回来了 妻子小姐 有话想对你说 有坏消息 也有好消息 状况我了解了 请一目必带她 撤离到安全地点 如果有余遇 也可先行调查留营一事 稍后 在钟表小字标 相处会合 所以 我要受妻子小姐之托 带两位返回现实了 很高兴看到你一切安好 我们出发吧 到安全的地方再谈 黑天鹅小姐 你不打算开个 传送门之类的吗 嗯 我不建议这么做 她的精神状况 尚不稳定 得尽量避免 刚才那种 粗暴的移动方式 以及 在撤离的同时 我们还能为 刘英小姐做更多事 不是吗 这附近还残存着 一些她留下的痕迹 在他们彻底消失前 让其成为你们的记忆吧 如果能顺路开展调查 也好 出发吧 我们得另行他路 抱歉 可以再给我几分钟吗 我 还有件未完成的事 愿死亡结束你漫长的梦 引领你归还 清醒的世界 我们走吧 这个方向 请跟我来 怎么回事 意志中突然出现了少许 燥热 这里 到处都是烧焦的残骸 还残留着些微火星 始作俑者大概率还没走远 看来我们得暂时放慢脚步了 看来这只怪物死于某种热能武器 竟是些燃烧的记忆 在这片深海中尤为突出呢 看来这只怪物死于某种高热反应 小心 这些痕迹是刚留下的 那位不速之客还没走远 不对劲 这些痕迹都是前不久留下的 有人刚从这里离开 会和方才的事有关吗 仅凭几条线索 我也很难做出推断 听听你的直觉 毕竟你说过 记忆不会说谎 从这些残骸的记忆来看 那人身材高大 比成年男性还要健壮许多 手段干脆利落 都是一击毙命 也许是雇余兵 也许是雇佣兵或者杀手 他是从大堂那一侧的门进来的 朝着酒店更深处前进了 既然如此 他应该看到了此前发生的一切 收回前言 我们得尽快赶去那片烙印了刘盈小姐身姿的异域 以这位朋友的做事风格 如果她的目的地也是那里 现场就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了 二位 走这边 我尽量为你们创造平稳的捷径 看 离开大堂 结构就变得紊乱了 穿过那条走廊 小心 别惊动了迷衣 这可真是 灿烂夺目 就是这个房间吗 是 准确地说 在正下方 二位虽然不能像异者一样 直接穿过物理结构 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能让你们安全无余地 抵达这个房间的正下层 很简单 看见这盏大吊灯了吗 接下来 我们要制造一些符合常识的小动静 还记得先前是怎样教你的吗 感受意志地留下 走上墙面 然后 靠近它 看 一根孤零零的链条 和它打个招呼吧 看 很符合常识 也很简单吧 我们 要从这里跳下去 放心 我会稍加操作 将梦炮堆叠在一起 为各位安排一场舒适的软着陆 来吧 准备好 真的平安落地了 这还真是 神奇 没有异者陪同 不要擅自模仿哦 那么 也请这些闻风儿来的好奇孩子 打道回府吧 这样就不会有人打扰了 来 我可以为你们表演一个小魔术 准备好了吗 小心别发出惊呼哦 这是 刘盈 没错 是这个房间留下的 有关她的记忆 地面的轻微震动 屏幕中闪过的倒影 一直地流向 我将它们汇聚 以片段形式复显了出来 至于上下文 就需要我们稍作整理了 快去吧 进行这种规模的记忆复显 对我的消耗也是很大的 当时和她遇见的那个东西 如果我没猜错 她一定和钟表江有关 她提到了你的名字 在背后也这么称呼 看来你们的关系确实不错呀 她似乎在和什么人 分享自己的发现 而且和钟表江相关 她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受害者 如果能再来一次 她盯着这些屏幕 是在照镜子吗 再来一次 是什么意思 我们出发吧 我们 她身边还有其他人吗 冷静 刘盈 冷静一点 她看起来很紧张 是啊 是什么让她这么紧张 综合这些信息 刘盈是和同行者 应该只有一位 一起进入了这条长廊 你怎么 是和说好的不一样 情况开始变化了 似乎那位同行者 背离了原先的计划 或者 从结果而言 这才是那个人真正的计划 机甲 为什么 他被什么人逼迫着走了这边 而且 机甲 耐人寻味的说法 我记得猎犬家戏 在追捕这么一位罪犯 身穿银色盔甲的高大男性 打不开 这里是死路 从这些直言片语推断 刘盈的同行者中途背叛 把他一个人关在这个房间 而自己不知所踪 为什么 他说过 这场交易和钟表将有关 涉及钟表将 就会触碰许多人的底线 也许是想要侵吞遗产 也许是为了让知情者 再少遇人 也许 是因为这片抑郁中 隐藏更深的秘密 而为了钓起大鱼 需要扶尔 你的意思是 流营 这只是一种最坏的假设 但不妨想想 如果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就在附近 他为何会放任我们四处搜查 除非 除非他还有更在意的事 需要 或者说 正在确认 他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能从侧廊离开 这里竟然有路 变换莫测的通路 只向游荡的抑郁迷音 他完全迷失在抑郁中了 是出口 沿着这边应该能离开 可惜这条路 最终通向死亡的巢穴 算回到大堂了 这样就 他以为逃出升天了 但 然后 就是结局了 看来有人恭候多时了 终于打算走上台前了吗 星河练少萨莫 小心 一个巡海不侠 还有 异者 就此离开 没人会受伤 否则 你们都会死 把这篇舞台留给他们吧 亲爱的 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啊 辛苦你了 异者 非常精彩的驱虎吞狼 乍看到游侠和猎手齐聚一堂的时候 我可是心里一紧呢 没想到你能成功挑起他们之间的斗争 按照约定 我把这孩子带到你面前了 将已完成 看来我们的无名客朋友还没搞清楚状况 没事 我来为你解释一下 总的来说 朋友 你得谢谢这位小姐 她非但没有算计你 恰恰相反 她救了你 从那位尋海游侠的手中 对了 我就喜欢这种大吃一惊的表情 朋友 现在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这个名叫黄泉的女人 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什么尋海游侠 她是一位令使 她带来死亡和终局 也许是巡猎 也许是巡猎 毁灭 甚至可能是周末 无所谓了 这些命徒的其中一面 都指向同一种结果 给你来点公私的料吧 朋友 你知道明火大公 托菲特的阿弗利特吗 可以啊 不愧是你 那就长话短说 这位明火大公是来自托菲特的火魔 一种元素生命 据说出生还和某位天才有点关系 她和党羽组成永火官邸 是纳努克维恩主 实际是受这位大公领导 四处烧杀掳掠 剑形毁灭的意志 甚至连其他泯灭帮也不放过 也不知家族脑袋出了什么问题 诱惑着有人从中作梗 这帮家伙竟然也收到了邀请函 永火官邸当然不会拒绝 来势汹汹 是要将圣会之心烧作一片火海 但不用担心 他们不会赴约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阿弗利特死了 他们在赴约途中覆灭了 凶手以一种神乎奇迹的方式 将阿弗利特残忍杀害 劫走了泯灭帮收到的邀请函 永火官邸也分崩离析 做鸟兽散 而这之后 一位神秘的巡海游侠抵达皮诺康尼 靠一只八音盒入住了酒店 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朋友 群海游侠神出鬼没 彼此之间也往来甚少 这件衣服太好穿了 只要他不松口 根本死无对证 公司是有办法追查 但也需要时间 所以朋友 该你做出选择了 你可以现在立马 头也不回地离开这里 永远放弃接近真相的机会 与之相对的 你也可以接受我的邀请 并得知一个事实 一个足以颠覆 匹诺康尼的事实 我需要你的帮助 所以会等你 但也不会等太久 准备好了 就跟上来吧 至于要不要和我合作 等看过那事实后 再做决定 也不迟 黄泉是某位新神的令氏 杀青的话 真的可信吗 但他也给了我选择 也许我得再和黑天鹅聊聊 呀 表情像是受伤的小动物呢 你还肯和我谈谈吗 我依旧愿意 当你的心理治疗事 我承认和那位先生 做了交易 把你带到他的身边 但 这里同样是安全的地方 他需要你 这是收复匹诺康尼 必须的一环 而我认为他有潜力 也能助我收获 独一无二的记忆 便答应了合作 在皮诺康尼 所有人都可能说谎 当然 也包括我 这点我无可辩驳 也不会奢求原谅 但还记得吗 我也说过 我相信你们的潜质 这句话 这句话绝无半点虚假 一庭想见证星穷列车 开拓银河的未来 而我会将这些回忆 一一珍藏 所以我没有伤害各位的理由 反而会继续帮助你们 前提是你们还愿意 我的看法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 在我看来 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不为别的 只因他是个优秀的商人 在这茫茫环宇中 没有人比商人 更注重诚信和契约 但你也要当心 尤其在与他们定立契约时 要多加留意 在契约之外 他们不会考虑你的权利 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我依旧认为 刘盈小姐的事 如我们推测的那一般 和星河猎手关联更深 但你也听到了 沙京指控了那位游侠 虽然不知他为何会做出这种判断 但他有公司的情报网 看法值得深入讨论 以及 我也认为黄泉小姐有所隐瞒 不 应该说 隐瞒了全部的事 这是在此前的一次邂逅中 我意外得到的收获 关于泯灭帮 我也能证明沙京所说确有其事 也因此 在这场金色的宴会中 他是我最关注的舞者 我非常愿意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知道你很疑惑 也很 悲伤 无论那女孩是谁 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段不应结束的记忆 就这样被抹去了 仿佛溶解在水中的泡沫 烟消云散 无论如何 我希望你信任沙京 或者更多的 信任我 去看看他口中的事实 这能带领我们走向皮诺康尼 背后更深的秘密 我会保护你 等从他手中获取了更多信息 我再护送你回到同伴身边 也不迟 还为了真相 以及制止更多无畏的牺牲 这是最正确的选择 他或许有这个打算 但我不会 一听的视线无处不在 如果他想对你动手 就得做好 以异者为敌的准备 这点我已经提醒过他了 接下来 我会以魔鹰形式陪伴在你身边 以备不时之趣 出发吧 很好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对了 那位一辙 散了 我不都问了 毕竟我说过 你可以和同伴商量 也可以反过来利用我 我很欢迎 因为这也是在向我展示你们的价值 我从不做赔本买卖的 希望各位朋友 别让我失望 来吧 这边请 对了 好像那之后我还说了什么 是什么来着 似曾相识的走廊 似曾相识的房间 还记得吗 我们上次见面就是在这地方 我们到了 就在这扇门后 屏住呼吸 拭目以待吧 我可算想起来了 朋友 那之后 咱们玩了场愉快的游戏 看 此时此刻 恰如彼时彼刻 不是吗 我完全想起来了 那个时候 我是这么对你说的 看吧 朋友 游戏已经开始了 和我做笔交易吧 你无法拒绝 没有理由 也没有余地 哥哥 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 演出准备的如何呢 还好 放心 还好 这可不好 你是家族的骄傲 别让那些多余的情绪 影响你完美的应运 我 知道了 哥哥 你看起来有些消沉 发生什么事了 是那些收到中表将 邀请的宾客吗 是啊 我收到了报告 死亡带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 或许是受人指使 抱歉 我忘记你才刚回来 应该不知道这件事 不知从何时开始 你为死亡的孟严 在匹诺康尼降临 他对人进行无差别袭击 将精神的死亡 平等地带给了所有人 但家族构建的美梦中 任何不幸都不应发生 他严重破坏了梦境的秩序与和平 多么可恨 竟然发生了这种事 那 是又有人遇害了吗 嗯 共有两位 一位偷渡贩 以及 你 可以了宇者 你的作为令我心寒 你很敏锐嘛 鸡翅膀男孩 协约宋成不我欺 鸡翅膀 愚者的言语起头是愚昧 末尼是奸恶的狂妄 请回吧 她的梦境不欢迎你 哎呀 别板着脸嘛 还一本正经的引经据典 干嘛这么严肃 我只是想问问 事到如今 家族还不打算出手吗 你那可怜的妹妹 已经牺牲了 你 难道就不想为她报仇吗 上不是时候 等到了命定的日子 我必按正值 实行审判 厉害呀 这你都能忍 真是个冷血的家伙 我们说不定很聊得来哦 要不这样吧 我可以带你那位妹妹 出席各种场合 你肯定也不想让人们知道 血月大典 已经无法举办了吧 家族自有安排 别再用你那鬼诈的舌头 玷污我亲爱的妹妹 愚者 好吧好吧 我只是想说 如果你需要 我随时都可以帮你哦 谁能拒绝一位 在鸡翅膀上打电视的男孩呢 不必了 凶手已经在她的光照下 露了马脚 用不了多久 她便会因自己的计谋 跌倒在地 若她不回头 那她的刀必磨快 功必上弦 使恶人施加的毒害 连到自己头上 等到那时 那不敬爱神的外邦人 便知道自己不过是凡人 要坠落到阴间去 而我 将成为她的尖兵 亲自为你报夕 终标将 我 在这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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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